胃癌,在我国属于发病率较高的癌症之一,由于生活节奏加快,生活压力增加,熟悉部分人的作息与饮食习惯不良,导致了胃癌发病率的上升,胃癌在早期无明显症状,因此目前我国胃癌的早期诊断率较低,大多数患者在发现时已是种癌期。 关于Kchuda,Kchuda是一种丹克隆抗体,可与PD-1受体结合,阻断它与PD-L1和PD-L2相互作用,通过PD-1通路接导的免疫反应对肿瘤起到抑制作用,其中包括抗肿瘤免疫反应。 在同基因性小数的肿瘤模型中,Kchuda可阻断PD-1活性,而兼换肿瘤增长速度。 试验详情,此次试验嫩入了25名万七处症的伟癌患者,使用PD-1抗体Kchuda200毫克, 每三周一次联合化缘5FO,800毫克M2,顺博80毫克M2,在25位患者中,15位患者的肿瘤出现了明显缩小,有效率来60%,8位患者肿瘤稳定不进展,疾病控制率为92%,在这25位患者中,24患者的肿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小。 也就是说,这些患者的肿瘤都能够得到控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